2023年花蓮縣海外青年英語服務夏令營 17日起為期10天在吉安國小聚席 由8位海外青年帶領大約30位國小學童 進行英語營活動 希望可以增進孩子的國際視野還有語言能力 由8位海外青年帶領約30位花蓮各國小學童 進行英語的唱唱跳跳 為活動揭開序幕 2023年花蓮縣海外青年英語服務夏令營 17日起為期10天在推展雙語教育4年的吉安國小展開 海外青年有來自美國印尼等地 在台北完成為期一周教育訓練後 來到吉安國小和學校輔導員 共同透過專長設計 帶領小朋友體驗如語言科學和音樂等課程 我這次來參加這個營隊來當志工 是為了想要讓台灣的小朋友更了解英文的內容 更能用英文在他們的生活裡 然後我們也想要介紹給他們印尼的傳統 因為我發現台灣的小孩子對印尼這個地方 對他們對我們的文化其實也不太認識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也想要把它融入在我們的課堂中 想要讓他們更了解印尼的文化 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認識國外的文化 第二個就是讓小朋友對英語產生極高的興趣 讓小朋友感受英語 喜歡英語 然後接觸不同國家的文化 為期兩個禮拜的營隊活動在花蓮縣由兩個學校來辦理 第一個學校就是北昌國小 第二個學校就是吉安國小 這個活動是由海外青年志工這八位的同學 那就是一個營隊都有八位的同學 他們來設計課程 那這八位同學都是非常優秀的這個大學生 他們在有美國有加拿大 他們在那裡已經是讀大學的一二年級的這個大學生了 那透過他們的專長 然後他們去設計一些相關的課程 然後來帶領我們小朋友 這各方面的學習 不管是語言的 或者是科學的 或者是音樂的 花蓮縣海外青年英語服務夏令營 有僑務委員會 教育部國民旗學前教育署 客家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中國青年救國團主辦 目的為鼓勵海外青年投入國內英語教學活動 提升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國中小學英語學習的機會 並促進海內外青少年交流 讓海外青年透過英語教學服務 也能有機會增進對台灣花蓮的認識和文化的認同 記者長幫也講相報導